小螺絲刀 這個先給你看我忘記 小螺絲刀應該用得到 可以可以可以 那我為你介紹一下 好啊 來來來 Flight Magical Ersa 它之前已經有出好幾個版本 4.6啊 然後12K 它的上一代就是12K的 Super Samsung 然後有一個很重要的是 它這一次是12K 為什麼寫LOF 然後它就變大變 然後你看這邊界面其實是一樣的 嗯 然後不過有一個就是說 它這邊多了那個 譬如說我們內置MD 那邊我看一下畫面 它上一台 上一台 12也有內置MD 12沒有吧 12沒有內置MD 也有啊 2MD有啊 也有 但是就是變基本款 然後 它之前是機械的啊 沒有現在就是電子MD 它現在變成電子的 4.6是機械的 對 你很熟 我很熟啊 我都有在用啊 你有用12K是不是 4.6K有啊 有啊 那這個卡應該就很明顯不一樣 這是他們新的Internal的 好 要 我比較 想要等它的那個 就它 它說它之後會裝兩張Seedless 還是什麼的 對 但是這個有它的好處是因為 它現在走的是一個 新的工作流程 那邊有Media Cloud 我們把它想像成那個是 呃 就是讀塔機啊 我們助理其實就是負責專檔案 DIT 對 但是真正的DIT是 有檔案組 色彩管理組 對啊 然後 那一個就是檔案組 因為 那一個它後面網路口 你可以把 我們掛一點 你可以把那個檔案有沒有 就直接 呃 傳到那個雲端上面 它這裡好像也可以直接傳 但我還沒有玩過 可以可以可以 所以 這邊的話 就是它用那個什麼 B-mount的電池 好 因為它這次電力就是 比較大 比較大 48 你可以用B掛 但是你不能如果錄60個 對 然後但是你用 所以你就直接用B-mount 是 然後再來就是這次很特別 跟上次不一樣 是這個助理的Monitor 對 你看一下喔 就是我們這邊Display 對不對 然後Lens在這邊 對 我直接連動 對 然後它這個有 據他們原廠公司說 有用到一點AI的技術 去做 這個 這個 怎麼去分佈這個 這個 這個位置 對 所以這個是很方便 是因為 你如果你攝影師在這邊 跟助理溝通 有沒有 你們可以討論是很清楚 現在在討論什麼東西 嗯 而不是靠所謂的 就我在講我的 然後你在 對 因為你比如說現在光圈到哪 因為攝影師有時候不看嘛 他說你現在光圈到哪 什麼的 你在這邊就可以很直接 很直觀的在那邊看 直接 對 很資訊 然後你就可以轉過來看 按 按 按那個其他光 比如說在這邊 像這一個 助理的頁面 有辦法 自訂嗎 跟那邊一樣 就我可以自訂說 我想要什麼資訊 這樣子 目前不行 目前不行 對 但是 呃 現在自訂的 我記得 以Ari跟 Ari的好像也不行 好像 Ari的右邊好像沒有 注意畫面 對啊沒有 Ari的後面是要靠Moyne的 所以 嚴格上來講 這個Moyne可以省掉 但原廠叫我一定要展 哈哈哈哈 可能是因為那個 你知道那個Sony之後 會支援那個BRAW 嗯 然後 他要用這台路 對 對 所以 BRAW是一個很 強悍的 一個Spec 是啊 然後所以 然後 這邊還有一個電子打板 我在這邊 我可以輸入我這個資料 這個很方便 然後現在他就整合得很聰明 然後他 還有按鍵啦 不會Click click 就是現在都是那種 你可以按按按 對 Lens 對 會比較 舒服一點 以前那種 Click click 你會覺得 會怪的 對 所以這邊就是他單獨了 其他都不會動 對 所以下面就是不同資訊 就是快解 對 那Audio是什麼 然後 我們現在你看他有Wi-Fi 對不對 他可以 他現在可以那個 在SET UP 我們 就隨便看看 然後 他現在可以 走 連Wi-Fi 然後打那個 這個 YouTube的訊號 直接直播 還有就是 我可以 要講到重點 我現在這一台 可以 到 連那個 比如說我現在連 Play Magic Cloud 我還沒弄啦 那個 欸 早上太忙了 就是晚一點 我會弄完 然後 我Cloud都弄好了 就是說 我在拍的時候 你那邊就可以撿他 對 而且我在拍的時候 我還沒有按停 他Proxy就已經傳過去了 同時 他同時 所以大概15秒 你的好伙伴 或是你的分身 在Wi-Fi前面 就可以開始看 你這個東西 OK 這個另外還可以 給誰呢 就是業主 他不用去拍片現場 對啊 你用Proxy給他 假設你們 分 去國外拍嘛 你去國外拍 就是通常有時候 就是賭一把 他拍回來才知道 發生了什麼事 哈哈哈哈 但是 然後就算你要後期 你可能會很麻煩 你因為要去那邊找人幹嘛 像這個 很簡單 你可以Stream到YouTube 這也是一個 是啊是啊 看你全程的 但是你也不用那麼麻煩 你就相信你的團隊 好 但是 他在拍的時候 你現在第一個Click 就出來 你就看得到了 然後 他可以設Proxy優先 原檔在後面 那Proxy永遠是優先 你可以不傳那個原檔 然後 這個東西呢 是一個很大的進展 因為 PlayMagic 其實 在我們這行業 就是DaVinci Resorts 其實是最強大的 最強悍的一個 軟體 現在又整合了 一堆 一堆 特效啊 Audio進去 連那個什麼 杜老師 杜賭斯 也是用他的Audio 發Line 全部都 對對對 所以 整合一起啊 我們整合 到這邊 Cloud 這個就是我們 試拍的畫面 你看啊 我從頭到尾我不強調畫面 因為 第一個啦 我如果現在對面的是 某個 站某個位置的 其實你永遠講不過他 藝術的東西太主觀 可是我們要講的是 流程啊 這個畫面 有沒有問題 哦 你說Proxy嗎 現在是Proxy 現在是RAW檔 我現在講的是說 好了 我們講那麼多 可是他 又回到最 他的合合器 他畫面OK 我們自己看 實際上應該還行 是啊 還行 還行啊 而且他現在有一個 就是叫做 Highlight Recovery 有啊他一直都有 對 那一個要Over很多檔 你知道我們在試 這個 這個鏡頭的時候 我們已經爆很多了 他開還開不了 因為為什麼 他覺得那還在正常範圍 就你還是可以拉回來 他的Proxy這是很高 是高 他第五代色彩 但是他很公平 他第五代色彩工學 他是以軟體為出發 所以 他是套用到 之前的那些攝影機 全部都有 對 可是 這一台Sensor 是 我會說他每個單點的Pixel 是最大 而且是最顯眼 這一台是 是Blackmagic原汁原味的手機 原汁原味的 Blackmagic